传统的手臂呢 是叫做刚性的机械臂 刚性手臂它有一个好处呢 因为它可以非常的精确 但是它要求呢 这个环境呢是封闭的环境 如果是开放的环境呢 它就有问题 在生活中 你看用的就没有工业上那么好 根本原因就是 因为这个生活中的场景 特别是和人在共同存在的环境下 它是开放的 它呢是由这个 很多个风潮一样的气囊组成的 每一个气囊呢 可以单独的往里面充气 所以一个气囊呢 就相当于一个小的关节 所以这种软体手臂呢 它浑身上下都是关节 那它的灵活性就非常的高 所以呢 像如果和这个在人存在的环境中 发生了一些机器人不了解的情况 比如机器人也要开门 这个人也要开门 这个发生冲突了 发生冲突了 那这个机械臂呢 这个机械臂它是个柔性的 它这个 它会 你不用控制它 它自动的就会避让 谢谢观看